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厉害的地方就是坑 也有动作元素在里面 但是这种动作元素呢 难度都不高 包括boss战 最狠的地方还是这些坑 可能说我记得我打到第五关 就实在是过不去了 进入了打斗模式 咱们还有三发AB 在屏幕的右下角 AB的话伤害比较高 一般是留作boss 来使用 还有敌人 出来就给我一拳 这个血量反而不需要太过担心 对于担心的还是这些坑 哎呀呀按错了 见到捅过来给了一拳 这招看起来像是从双结龙得到的启发 这里可以用AB了其实 然后刚才那一小关过了之后 到这里呢又加满了血量 VAB 游戏其实是严格来说是需要被板的 如果单靠反应的话 很多地方是非常困难的 像刚才带木头到这里就要晚点跳啊 一般的地方是需要早跳的 有的时候不想抓头发就抓起来了 其实很耽误时间 这顺风腿 还有呢 这么多人吗 我以为没了呢 好 boss 两个AB啊 然后等他跑累了 一脚完事 让第一关过关 第二关 第二关咱们换这个妹子了 妹子应该优点就是动作快 零巧型的嘛 但实际上在这个游戏来说 感觉不是特别明显 哇 啊这要追上去把他打了 不然他就会回来偷袭你的 回来给你一发突进击 这种坑下去就 一条命 就没有了 血量还可以再 再加 但是掉到坑里就没了 啊 又是 考验跳坑能力 因为这人物踩着滑板 所以有惯性 跳坑的时候呢 和普通的动作游戏 手感不大一样 难点主要就来自这儿 这个要掌握好节奏 其实是不会被烫到的 好多桶啊 来直升机了吧 直升机的话 过去本关就过关了 是的 直升机的话 我习惯是站在最下面这边 然后你只需要跳一个炸弹 只需要躲这个 他该跳个六七次吧 就过关了 最后一波 可以了 第三关不换人 继续用这个妹子 第五关和第六关的时候 咱们后再换上那个小胖 哪个桶会流油来着 我忘了 这个 还有吗 还有这个 已经忘了 六边 这里还记得一些 哦 用的是手雷吗 是的 我就玩一个 时尚最时尚最时尚的花瓣鞋而已 你至于吧 用手雷 出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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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撞上了 现在手上真的没有准 打架 打架模式 这是他的AB 有一个特殊音效的那个 就是A 还奖 还奖命了 三关 二 这里跳跃的时候尤其注意啊 打架是打不死的 你们不要再打了 但是掉到坑里就没了 哇 这还喷火 啊 坑上有桶 反正就是各种坑子 哦 这里我应该是 来 抓住一个 抓头发的话就非常快 人真的不少啊 提醒我往前走了 往前走仍然是跳坑 哇 这一下 小时候在这没少哭啊 就这个斜跳 哎呀 火 火 我无所谓了 掉血不怕 怕的是掉坑 啊让进去啊 暴自站 在这里 不然下边那个货会 扎到你的 好 他过来了 他过来 哎 AB呢 对我要用 AB啊 这 AB只用出来一下啊 那好在可以挂 第四关不坏人 继续上高速 高速上有狗啊 几狗几狗买定离手啊 大方小方 好久没看了 我之前 今天看 最近真的好久没看 这里这两个摩托呢 比第二关是多了扔手雷的攻击 所以说要多走一下位 所以说要多走一下位 从下边走吧 下边是桶 然后上边是坑 下边是桶的话呢 你可以少一次操作啊 就这里 从上面走呢 还要再对准一次 冷静冷静 其实还是比较宽的 怂一点 贴边 哎 这 对我 我知道这里有两个球 但是没反过来 Boss站了 Boss站了好快 这里如果被这个车撞到就没了 对他过来的话你要贴一下 然后回来再继续爆 这点血是够的 哪怕他每次贴过来 你都被他撞一下 还是够的 一共会撞几次来 这只牌只需要躲这一个 道理就有一点像第二关直升机呢 只需要躲一行的桶 哎 开走了 这就开走了 感觉比直升机的波数要少 这样第四关也过关 第五关咱们用这个小胖子 胖子的 感觉他走起来就很慢 力量型英雄 刚才那两个呢 男主是平均型 然后 这是他AB 就是一个飞铺 会个突进 敌方会个突进 这招是相当于四拳 这种拳四拳 草丛里藏着人 又到了跳坑的时候了 慢慢来慢慢来 慢慢来 我都看见你们了 哎 这里看起来非常像有BOSS战 有BOSS战 但没有 到这儿呢 已经浪得上半血 好 这里有 好 打完收工 然后进这里 来 进山洞 进山洞 选这个小胖子呢 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巨关 他的跳跃节奏非常的好 好 然后进这里 来 这里我小跳一下 其实不是为了躲这个桶 是为了调整一下自己的速度和位置 就是玩马跳养成的习惯 其实不是一个好习惯 尤其是在板面你不熟的情况下 这样跳着很危险 但实际上这个习惯我也养成了30年 没办法改了 小伙伴们不要学我吧 到这儿了 这儿要等一波 慢慢来 我的天 差一点就掉下去 到boss了吧 好的 boss站 boss站 先轻轻小兵 把妹子打我可以啊 boss来了 在这里等他 好 踢了一脚 后面接三个AB就完事了 boss是一颗赛艇啊 boss是一颗赛艇啊 好 再扑一下 只要那个跳脚踢上了就可以了 这个boss就很好打 好 过关 最后一关了 不坏人 仍然是用这个攻击力最强的胖子 看起来时间比较紧 其实 这个游戏时间是最不需要担心的游戏 每一关的时间都是足够的 摆了个poss说明进入了战斗模式 抓他干嘛 听完 我又出了个这祸 哎 AB被打回来了 好疼这一下 哦 你们好狠 受雷 燃烧弹 看看这个敌人啊 不理他 快跑 哦 快跑 过了这里 血球又加满了 还有我的AB 哎 到了到了 又是跳坑部分 又是跳坑部分 慢慢来 别急 然后这边 哦 好的 过来了 又是战斗部分 又是战斗部分 近身这种技能还是比较狠的 他两下就可以把敌人干掉 这小姐姐就踢了 哇 这是个小Boss 击倒四次也挂了 我的天 碰到尖刺就挂了 啊 这里等一下 这些血看着够猛过去的 应该是够 好 最后一个坑 那血够了 够了 进门 这里要求35秒过关 本来这里的难度就已经很高了 再加上各种超难的连续跳跃 好 铜可以撞 我认 就是千万不能被 这个尖刺碰到 被尖刺碰到就挂了 对于一般玩家来说 这里就已经算是通关了 后面没有难点了 这就是最终Boss决战的场地 还不让抓头发吗 我就非要抓 抓头发呢 也就相当于一次击倒 这种小兵两次击倒就挂了 最终Boss出现 哎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这样就通关了 哇 十二次击倒 果然是Boss啊 比最狠的小兵还扛揍三倍 对 对 对